看一把S1小女孩啊 他们这个四黑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观赏性很强啊 小女孩 面对的是黄衣之主 哇这套阵容入恋小女孩 大富家昆虫 但好像不是昨天我们观战的那四个人啊 难道今天换人了 如果不是四黑的话 小女孩的上限要降低很多的 这边小女孩是上来机开始休机了 入恋师大富 这个阵容我觉得蛮好的 这阵容真蛮好 这阵容打黄衣之主 有入恋师大富的存在 黄衣之主在防守端的节奏 比较难起来 比较难起来 开局找到昆虫 这昆虫是这套阵容里面应该最难抓的吧 大富倒不一定那么难抓 因为黄衣之主的蓄力道够长 摇怀表大富这边 可能会被这个蓄力道给扫到的 找到入恋师 说实话这入恋师我觉得抓了也挺头疼的 他的位置好呢就让队友来救 位置不好比较难救的呢就直接自己起零救 你终究反正少一波防守的机会嘛 张露恋师终究少一波防守的机会 一般来说呢第一波先队友救 然后呢博命拉到一个离自己灵鹫特别远的点 然后灵鹫过来 蓄力道有了 击倒倒是挺快的两刀 大富这边的话离的也不特别远过来救一波人 就不吃双的我觉得穷者这把应该还是比较好保平的 真是真是得看这个灵鹫之后的节奏 得看这个灵鹫之后的节奏 这边大富好像要跟昆虫配合一波 来我们进度给到昆虫啊 因为大富肯定能救下来的嘛 给昆虫说了 大富还是怀表都不交的直接救 这边拉木地嘛 拉木地离这个灵鹫距离上面来讲 会不会不是特别够远啊 刚才我想笑 这个普通话不太标准啊 刚才我在想他 拉到地图对面会不会好一点 反正你交灵鹫的嘛 直接倒地就交灵鹫 怕的是什么呢 怕的是这边黄一柱将人挂回来 万一黄一柱带个什么巨钱什么的 就能直接挂回来了 这里的话一个翻板加速前面一根触手风 要绕要绕要绕昆虫 哎呀 那还能多打一刀昆虫呢 挂飞入炼师 外面的机子不够 这把的话小女孩也没有操作空间 挂飞以后黄一柱这边 但凡起一个机倒我觉得就直接赢了 反正直接起个机倒就赢了 没有太多的办法去扛住这个黄一柱的 要不他抓小女孩 好吧 抓个小女孩我觉得是现在穷者唯一的机会 然后小女孩这边溜溜溜溜的时候呢 给这边大富和昆虫补状态的时间 补完状态以后呢 这边小女孩半血再上车一波 再拖 可能这是我现在能想到的唯一剧本了 触手拍拍到了 好的 那两个队友还没有补状态 完了呀 这两个队友不补状态 怎么打呀 纸片弹 没有用 触手风风死了 一边子拍 飞轮躲掉 可以 那你上车的队友倒了 不一样吗 纸片再弹一手 黄一柱这边的话 对于小女孩纸片的一个位置 距离把控很到位啊 再拍躲掉 蓄理刀 三二一 哎呀 三张制片道确实是帮这边小女孩度过了三次危机 大副状态不好了 大副状态不好了 这小女孩走了 这小女孩是真的溜啊 不愧是国服第一小女孩 哎这溜着溜着 密码机都快好了 翻 这种得倒 还没倒 翻回来 补个黑圈 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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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倒了 密码机都快好了 大副来救拨人 哇 说实话呢 黄一柱也确实蛮 蛮亏的 他就好死不死 追了个满血的小女孩 满血满道具的小女孩 他追个大副 我觉得当时大副怀表摇玩 倒地都要比现在这个局面好 大副还留两块怀表 这大副真是勤俭持架呀 出手拍 没拍到 没拍到的话 这边 一刀追大副了 这小女孩不好意思 我刚刚没看见 没看ID啊 小女孩这边的话 手里还有一张纸片 你别说 穷者 保平的可能性 已经慢慢打出来了 这小女孩还能扛呢 还能扛呢 纸片再弹 哎 顶金身来抓这个小女孩 黄鹰鼠脾气都打出来了 但这个金身一顶的话 那边门开了 小女孩我没记错 她是不是有个飞轮的 有没有飞轮 我记不清楚了 黄鹰鼠那边被卡着 这不会待会前面跳个地窖吧 一刀飞轮 出手 没有 出手 他踢了 他有飞轮 但是是被出手打的 差了一点点 小女孩 封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